大家好,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魔神任务睡前故事副本宝箱两个揭晓之处 这边我们来拿一下这个魔神任务 这个第四章第六母睡前故事里面 这个不应存在的记忆这个节点里面 揭晓之处这个副本里面的这个宝箱 我们点击当然挑战 在进入之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关底呢 是有一个冰尸圆法师的我们提前切好对应的这个角色 来用来应对一下冰尸圆法师的这个盾 佐料带起来了 然后我们准备好了之后呢 点击开始挑战 进入副本 好,进入副本之后 我们朝这个任务指引点先往前走 这边有任务指引的话 我就不给大家说方向了 抛起来 好,来到雪下边 跳一下开始把来到对面的那个桥上 再接着跟着任务指引点往前走 好 咱们前面呢是需要清一波怪的 门走上了一个台阶 上来之后这边是需要清一波怪的 后期来一刀 好,清理完怪物之后 我们调用的是 刚才小鱼猪右方东方向南往前走 那边那个侧门进入 前面呢有个C印 我们拉一下 来到这个对岸 然后对岸之后 跟着任务指引点往前走 来到这个顶端之后 我们抬头 上面还有一个C印 我们拉上来 拉上来之后 在我们面田小鱼猪右方东方向这边 有一个普通的 本的一个精致的宝箱 我们拿到那个精致的宝箱 好 拿完那个精致的宝箱之后 我们跟着任务指引点来站往前走 该出发了 开启机关 站往前 在前面呢 会有这个遗迹守卫啊 我们这边呢 需要清一下罐 来后期来一刀 好 清理完怪物之后 这边就可以点击这个启动 来开启一下的一个门 开完那个门之后 我们从这边下来 下来之后 我们先调整一下视角 调整一下视角 风陷指示的区域 然后我们看到小地图 这个上方北方向 面向的这个 长的这个位置 我们面前的这个机关 转一下 左楼边的这个机关 也转一下 右楼边的这个机关 也转一下 好 然后这样呢 我们这个门就打开了 打开了 继续前进吧 门打开之后 我们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之后 注意前面呢 有两个石像 我们走右左边 这边呢 这个石像旁 有一个普通的宝箱 我们给它拿上 好 拿完之后 我们干支任务指引点 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呢 前面就没有宝箱了 然后我们往前走的话 是推进任务 前面的话 是有一个这个 冰尺院法师 跟大家说过了 我们提前准备好 对应的这个角色 来应对一下冰尺院法师 就好 可以了 我们这边这批视频呢 就到这边了 后面的话 如果接打的话 也就射击剧兔了 好 我们这批就先到这边 我们下批再见 大家拜拜